這個就是線上測驗跟線上認証 課程它有分兩個 線上認証的部分是不同不計分的 那測驗的部分當然就是有計分 那麼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它原則上是可以用所有的單選、負選 分出來問答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塊改善的還不錯 而且是可以把不同的 單級的 你的屏幕可以匯出 甚至我就直接像我們剛剛課程的那個 區塊上直接要複製過去就好了 你不用再多打一次 就做那麼一次而已 就做那麼一次還蠻當勁的 那您可以看到 像我以前的話這個 我都問一下單學看看 我上課他有沒有喜歡哪些 單位或有沒有可以改進的方向 那以前我都會問答題給他自己去選 可是我最學期比較聰明一點點 我覺得 剛剛我要統計有點累 所以我來這邊我的問卷這邊 其實你用線上測驗也可以 問卷的部分您看要統計 我就可以知道說 唐學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的哪一個作業 哪一個教材 然後是怎麼樣 那如果他覺得想要把原因分享出來的 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直接點開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不用手上再去做整理 不用手上再去做整理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比例 那麼有哪些唐學有甜沒甜 你可以擋這邊 已經甜的 原來像我們都會擋沒有甜的 還可以吹收 一樣還是記性 你可以告訴你怎麼還沒有甜 那當然老師 我們要足筆檢視也是可以 足筆就這樣一筆一筆看誰寫什麼 誰寫什麼 那您可以看到這邊 它一樣可以做所謂的複選 或單選 所以都沒有問題 所以 事實上設計的還蠻當便的 還蠻當便的 您可以從這個 一端 比如說有新增 匯入的部分比較沒問題 就看哪個課程 按下匯入就好了 就進來了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就是說 跟同學之間的互動會比較平板一點 那當然我們比較了解 同學到底在想什麼 那因為我一段時間一個學期做兩次 一個是其中一個期末 其中的時候是我還有改進的機會 期末的時候是下學期還可以有改進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好 像比如說像 我為什麼這個學期要增加這個 就是同學反應 那是資料太多不好找 因為我發現同學他們 就是其一段時間他們比較喜歡從上課教材裡面去找 然後就 裡面就混在一起 就不好找 那有些同學也因為我知道比較多 所以他要這樣選動不好找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這樣子 做成這樣 同學在看 比較容易看 那這個是 就是測驗的部分 那測驗的話呢 如果說老師您用這個問訊 假如您從這邊新增 好您第一次的時候 基本上先填一填 那他可以設定有效的時間 所以如果老師有時候比這名期中考試 其實同學不用來 他在現犯做測驗就好 對不對 那這個就沒有盤驗 那您可以指定 比較特別是說 在這邊您還可以指定說 可不可以重複填寫 以前我都還讓同學重複填寫 就是萬一發覺 嗯 這一次我寫的不是很好 他還可以進來講 不過我發現 在老師這邊有很多困擾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重複填寫的時候 有些同學 因為他有第一次填寫的 假如是填十題對不對 那第二次填 搞不好他 只有填寫 他以為 比如說我剛剛有一題沒有填好 結果他只填那一題 但是其他的都常常都填掉了 反而造成困擾 如果說你重複填的時候是全部都要重新填一次 不能說整那一題有問題的填 所以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就是說 會造成一些困擾 所以平常我想 老師還是不要開放重複填 會比較白癡 因為有填 可是如果我發現填了好幾次 只有填有錯的那一題 原本做的方面都不見了 真的有點拿賞 那譬如說老師要不要開放統計 那就是看您自己這樣子 那他如果說我這個OK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設定 這裡有一點比較麻煩 就是他以前一定要增加題組 就是題組的部分 那現在他已經把題目可以獨立出來 以前是你要增加一個題組才可以增加題目 現在的話就是您可以直接增加題目就好了 直接看您要什麼樣的題型 單選、複選、問答、下拉式的、還是輸入方塊 那如果你有其他選項 比如單選、都沒有選到的 就有其他 那他就可以再勾選這樣子 所以大致上會像這樣子 您就可以比較方便去做 那如果說您有樣板 只是說您有存好 單純是一個單本 也可以從這邊把它再採進來 不過我想大部分老師可能剛開始不會那麼複雜 其實您先如果說您這個部分用了 那就沒有問題 那老師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您用件發布之後 剛剛那個題目就不能再改 如果您要再改 可以取消 但是要注意一下 比如說老師您看這裡 這裡 如果能取消發布的時候 他會問一件事情 就是 已經填寫 同學已經填寫的資料 會一併清楚 因為代表重新再來 所以平常我就不會特別用這個功能 不會特別用這個功能 因為這樣有時候同學填了 又要叫他重填 有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是我們在所謂的線上測驗跟線上測驗 那如果說是那個 假證您看的是線上測驗的話 因為那個有成績 所以我在這邊 您看一下我之前的 我之前用的是線上測驗 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他有一個 預測是要進行的 才會列出來 所以你要 老師這有時間過了 要跑到這邊 已經結束了 像在這裡 我就直接看統計就好了 從這邊 我就可以知道誰 百分比多少 馬上就知道了 雖然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成績 過別成績的評分 就一個一個拿進去看 去評這樣子 不過他這邊不能做小組的 所以說如果您是測驗 一定是每個人 每個人都要填 他就沒有 小組派改一個 出來 不行 這個是目前的限制 所以這個 切問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使用上還算 就是蠻靈活的 應該 多數老師的這個需求 應該都可以符合 那如果老師您不需要成績的部分的話 那就是 用問卷就好 單純的問卷 他會 並不